记者同晚新台北报道,针对马政府处理马熙会档案,涉及未将全数资料建党移交下届政府,法务部长邱泰三经在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答复民进党立委李俊逸直询时表示,马熙会相关事物毫无疑问属于外交机密事物,至于马政府未缴交与中国接触,谈判的部分资料是否算隐秘国家机密。 邱泰三表示,要看该机关是否依法定程序核定。 李俊逸经在质询时指出,现有国安会国安局的资料显示,有关马熙会大事迹办理期间协调会议记录,当天会议记录,国内外媒体运行都有资料,但成型始末,会前接触活动却没有。 李直询,马政府缴交部分相关资料显示马政府认定马熙会属国家机密,但资料中却没有成型始末的记录。 李俊逸表示,马半C强调,是自2015年10月14日下张会后,开始规划马熙会,但下张会与马熙会时间距离不到一个月。 执疑即便是陆委会主委出访也不可能规划一个月就成型。 李并说,若是总统出访,行前规划至少要6个月以上,执疑马半未交代双方接触谈判细节,是否算隐秘国家机密。 邱泰三达询时表示,这要看该机关是否依法定机关程序核定。 邱泰三并说,纵使马半未将马熙会核定为国家机密。 相关资料还是该机关档案,适用档案法,需一档案,法规定处理。